火腿炖鞭筍 做这道菜选料是火腿100克 火腿骨半根 净鞭筍400克 熟猪油15克 筋盐2克 冰糖3克 制作的时候 将火腿切片 鞭筍切成长三厘米的斜刀块 然后放入碗内 在上面 摆上火腿片 最后用冬笋片装饰 然后加入冰糖 放入精盐 放入精盐 然后盖上盖 上蒸笼用大火蒸制 蒸熟以后 取出即可 这道菜就做好了 摆上盖 摆上盖 香色乳白 香气扑鼻 香气扑鼻 就会放入碗里 放入碗里 放入碗里 放入碗里